一個只看自己 不看別人的實修道場 一個讓我找到修行方向的實修道場 一個理事圓名的道場 老師父 師父 各位老師 各位敬禮鼓掌 大家好 我本來昨天我鎖的時候 就把這當成是我今天要講的鎖集 那後來我想 那我講的應該跟這次長期比較相關的 可是今天早上聽了師父 連一些開示我發覺說 如果我不把這些話講出來 不讓大家認識古元寺 那這個可能是個罪過 所以我反而很樂意先把古元寺的這些狀況先做個介紹 我就從兩個故事先說起 有一位居士跟他師父講 明天開始的目標再到道場區 師父很奇怪問他說 為什麼我不來呢 他說因為我每次去道場參加訪會 都是看到同修在把手機 再來我都看到同修在那邊三言兩語 所以這個怎麼像一個修行人呢 所以我不要再到這個道場去 然後呢 師父呢 就跟他說 好吧 那 你要離開之前你先做一件事情 師父把一個 剩滿水杯的水 拿給他 說 你到外面去 手一圈 然後那個水杯要讓它露出來 然後再回來 然後這位居士呢 他就拿個水杯 很小心的到外面整個一圈湧回來 跟他師父說 師父 我都沒有讓水門出來 師父說你做得很好 那我先問你幾回 問你幾件事情 那你在什麼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別人在掛手機啊 你有沒有看到別人在那邊 東加床西加館啊 第三個問題 你有沒有看到別人還繼續在那邊換書 這位居士說 我都沒有看到啊 我怕水寄出來 我怎麼會去註明那些事情呢 所以 這就是一個 只看自己 不看別人的大慘 白玉馬上跟我們說 不要懂別人做的對不對 只要自己做的對 做對的事是應該的 做錯了就要慘 我再講第一個故事 有一座寺院 的展堂 裡面呢 所座的河上呢 坐在那邊 就在那座 另外一個河上呢 在那邊睡覺 然後呢 住職的河上走進來 看的時候 然後在睡覺的河上 頭看一看就是師父去睡 他不覺 然後呢 所作法師呢 他就在 一直想 奇怪 他幹嘛不起來 師父進來 他又不起來 然後呢 覺得 一個想打 就打在他的身上 然後 欸 他就覺得很辣 我做得好好的 師父反而打我 他在睡覺 師父不打他 這個時候 第二個想打 又打下去 師父 那個祝父老師就跟他講 人家睡覺都睡得那麼自然 你在睡 你在這邊打坐 整個都是妄想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一個實修的道場 就是不重萬象 只重實質的道場 我在 來土原寺 我是去你來土原寺的 那我來土原寺的時候 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跟 因為我受過去學習的影響 我對師父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那麼專業的殿堂裡面 為什麼進來 不用穿襪子 以前我那個道場 不一定進來要穿襪子 同時連次還要統一 我就很拉木 怎麼可以那麼尊貴的道場 大家可以吃個腳進來呢 師父跟我說 古言是只重實修 不重萬象 這個 那麼從一到造場 終於讓我找到了 我是在民國一百年 開始學活 那時候呢 我是六十歲 那 同時 積極的拉我去一個團體 說這個團體多殊勝 就是你一定要來 那我過去也有宗教經營 然後 當然我想去學學也好 反正 你要退休也是 好 那 總會找個事情來做 所以我就去那個道場上去學 那我當那是團體之後 四個月以後 我已經變得有讚感 所以 所以 我 從那個時候開始 因為私立的關係 我不能夠開車 所以我常常會在道場的時候 都是搭 我們 這些同修的車 或者是 我同修帶來 或者是坐過我們機車 就是因為你平的關係 那 那些幹部 那我跟我的回答是什麼 你是重包輕瘦 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我都跟他們開車的 眼睛都看不到那 我重包輕瘦 那另外一個 跟我的回答是什麼 因為 你現在在虛弱骨的 所以那些年輕在 趕快找你要戰 再不找你要戰 以後 就沒辦法跟你要戰了 我心裡想 那我不學活多好 因為現在你就不會找我討債 我學活可能 因為就這樣子 找我討債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呢 我在學活中 我就一直抱著 到底是不是佛法 我對佛法充滿了很多的疑問 這些疑問包括很多 那些很神奇的故事 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 然後這些事情 所說的又是這個意思 可是 才去的第一句話就叫我 信為道德公德母 長養一切 書三五恩 你先信再說吧 你不要那麼多個法律 這就是我的學活 接著 我另外一個同志 又要到我們團體去 我們團體 要是多書聖多書聖 我的同時兩個地方都上課 也算是蠻親近的 他們說 你既然在兩個地方都上課 那我就上課之後 其實我發覺我的疑問 越來越多 我常常提出的問題 可是都不能夠得到好的解答 我常就一直在那邊很納悶 到底是為什麼 那 譬如說 我們常常講 驗錯水月道場 大錯夢中的國事 也就是道場 是如患 像水月中的月一樣 如患如患 做肚的眾生 也是如患如患 我肚了一切的肚眾生 食物眾生的肚子 可是呢 每天 竟然是 不斷的國事 國事 放肺放肺 那 我倒覺得 反而是 念錯華麗道場 大錯人為國事 欸 那難道國家就是這樣子嗎 欸 講祈禱 講保佑 講朝平安 我真的很懷疑 我記得 素食老師也跟我們講過 學活的過程中 在開始的時候 大概 一般人 都是因為感悟患 因為 我 得到什麼感應 我到了 開始學活 甚至於 感冒了 因為我哭了大杯做水 所以我感冒 欸 真的 活不上好 我就來學活 可是 師父說 這絕對是一個究竟的辦法 才有一次力 就是到很方便的方法 也就是 每天 持咒 送金 我也很 一個 好活的意思 就是做好這個事情 所以呢 過去我的功課 就是 每天 送金 持咒 我 持咒到 什麼程度呢 持咒到 騎著摩托車 遇到 紅綠燈 停下來 看著秒數 還60秒 趕快持咒 欸 又練了多少次 我是這樣掙擊四數 好像在做什麼事情 是的 是這樣子在學活的 我真的 我真的 充滿了疑惑之後 我也不能夠問人家 問人 都說 你是對佛菩薩的不尊重 不相信你的 不可適應的力量 直到有一天 我在 我在 上了達賴老媽的網站 在網頁上 看到了 達賴老媽說 沒有虛擬山這個事情 因為 佛教都說 我們在虛擬山 然後那半山腰呢 就是四連五天 然後再來是 到一天 就六天 是在半山腰上 然後呢 達賴老媽說 外太空都去到了 那麼有個星球 這裡 沒有虛擬山 在裡面 我接著看到了一句話 是釋迦牟靈佛 告訴每位弟子的一句話 至者與比丘 當善思國語 如念結魔晶 公敬非為信 這意思就是說 一個 有智慧的 還有修行的比丘 你要 對我所說的話 你要仔細的 是想想看 他是對的 是不對的 是有道理的 還沒道理 把我所說的話 當成 是在念當 魔晶 因為 脆力 這個樣子 才能夠 經過這樣的 那個脆力之後 你才能夠相信 如果 不是人就不要相信 所以 你對我的公敬 不是在心理上 公敬非為信 我放人大陸 我開始 上網 開始找我的善思思 找一個道理 道理在哪裡 我上網之後 我 就是 國內的很多名家 我大概都上網 都看過 我在裡面 發覺了一個 始終面帶效能 才說法的一個 師父 有時候解法結師父 有時候會做法師 我 我 看了又看了 我發覺 他檢查到我 偶化中 大大的問題 我就是這樣子 很幸運的 在去年 來到了 要不免施 這是我 學過 非常感到 很殊勝的一件事情 因為 師父告訴我們的 都是什麼 很實際的事情 譬如說 我們前幾天的 那個 問他 有位師兄在問 對付 宋主的金罪 宋主持什麼奏罪 我剛才 要來之前 我就去網站上查 真的 在 問哪一個金罩 是有這個奏語 這個什麼 嗯 是有這個奏語 可是師父告訴我們的 對付 就是恭敬感恩 這是多麼實際的佛法 不是把高空 叫你說 你去念之後 當然你的可能 就是怎麼樣 師父的話 就是這樣講話 師父常常告訴我們說 只有自立佛 沒有他力 你要存佛 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是靠著 你每天送你 或怎麼樣 來存佛 我找到什麼 修什麼方向 過去 我就是把 剛才講的 把持久送金當功課 我現在 我知道 簡卻自己修行的方法 就是 身 自在 心 親近 身心 柔軟 我常常 會用這幾句話 把它當成我的座右 我會常常問我自己 你現在自在嗎 你的心柔軟了嗎 你有更大的包容心嗎 你有同理心嗎 你會帶來很著想嗎 常常這樣的師父 我相信呢 你在法上的經過 一定會很快 師父常常告訴我們的 就是說 一切 就是都在當下 所有的活 的成活 都是在娑婆實踐 所以呢 有一句話說 驗娑婆心靜 就是說 對這個娑婆世界之間 充滿了討厭 那我就是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師父說 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因為 諸婆菩薩在娑婆世界成果 我覺得說 我在這邊 學了很多的法 對我整個 身心 還有整個思想的企劃 都非常地幫助 幫助的都非常地大 師父說 火謊 並不是一個 信任的宗教 火謊 是一個 多人的智慧的宗教 學人的智慧 才是最重要的 師父常常告訴我們說 你要 你不要希望你說 你現在很自在 那死了以後 你會自在 我當時 要離開那個團體 可能是同層的關係吧 我還真的很捨不得離開 因為有段時間 如果我死了以後 是怎麼還在這裡的團體 把我住面了 可是現在 我根本不是這麼想 你能不能去 到外面還是去希望其樂世界 你要去你的國土 要去你的信土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什麼 所以師父常常說 你現在不能親近 你不要希望以後 就會親近 你要以後 能夠親近 你現在就要 實時保持那一顆 親近的心 師父這些教導 可以說 在教練我很少聽到 師父以後50年 學我的功夫 他真的指出了 我們休息的名字 這是我對古人 來學我學我之後 到古人室 我自己的親身的感受 也是我八年的學我中 在這一年裡面 反而是進步最多的 接下來 我要講 一個理事原本的道場 到了古人室 甚至我們都會到米陀殿 然後我們到達 到 富山進土 進土 就到我們 塔位的地方去開 我們也到這個地方 讓我們感受 就是一句話 就是師父常常告訴我們的 生死無惡 生死即捏海 不要把死 當成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生死 生死 也是生的開死 其實也沒有生死 所以古人室的 富山進院 是開放的空間 他把開放的空間 讓我們法會 送進 法師 整個連結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 離世原本的道場 我 看過了很晚 這一些 別的地方 的靈屋堂 所謂的靈屋堂 沒有一個地方 能夠像我們 顧原寺這個樣子 是那麼的自在 沒有恐懼 而且覺得 他就在我們的旁邊 這些人 也沒有死我 他們就在我們旁邊 我們也在他們的旁邊 是那麼相同的 所以顧原寺 就是一個 有事不外的道場 前幾天 第一天 我們去參觀 彌陀院 彌陀店的時候 那 師傅介紹到 吃飯 游泳餐的地方 我就問師傅說 那這個里面 是不是叫做我關牌 師傅說 我不會問 我們師傅說的名字 沒有必要這個樣子 大家關心 好性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這就是 李氏原寺的大場 真的 我也找到了 接下來 不好意思 在話題之間 我再說一句說 這七天 是一些小心的 在這七天裡面 我們學的法 是最深的 過去 我們禪修的時候 七天 經常是 講法 站了一半 時修 甚至於站不到一半 可是這一次 是幾乎 把石修當主要的工作 那 在這裡 我們也真的 才能夠 深圈感 感覺到說 石修 不是做那麼 一個月 一個月 來這裡的長熱 再下個月 再來個長熱 那這個樣子 石修的功路就到了 經過這樣 每天 兩天 早上 跟下午 這兩個 很尊貌的修驗 我們慢慢的體會到 休息 要靠不斷的 累積 才有辦法有這樣子的工作 真的 我想 在這次的晨期裡面 當做到腳很痛的時候 因為 師傅常常 鼓勵我們說 這次是左腳在上 雙盤的時候 現在是右腳在上 然後我呢 就是 以為一個腳在上 另外一個腳在上的時候 是比較不自然的 我就把那個 會比較短的時間 全部就是用這樣子來做 可是 做了 五十分鐘 就去到最後 下五十分鐘 才能做 可是呢 做到最後的時候 那真的是 其痛無比 那痛的時候怎麼樣 我是去想 想火 我想 我去示威法益 然後把注意力離開 因為這個時候 定力已經完全沒有了 你有沒有辦法 他就覺得想要去找 然後 這個大概都沒辦法 我就用思維 然後先轉開 然後呢 就靠個這個樣子 然後呢 靠個 就是一切地 最後還是要五十分鐘 都可以勉強 都不痛苦 所以呢 我相信 藉著這一次的 實際上的 殘修的經驗之後 回去以後呢 我們呢 我是應該要更努力的來學習 那 呃 在師父說 很客氣 那麽不大愛 那麽大媽愛 那麽是大媽家愛 我在心中 我每次 我都還會問你 那麽不肥 那麽不大愛 那麽大媽愛 那麽是大媽家愛 師父 是我們最盡聰的師父 我就 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阿米 阿米 謝謝師兄 這麽完整 這麽精緻的分享 分享